唐三藏的白马 西游记的故事 大家都有听过 但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预言小故事 有一天 唐僧到继承马行 想找一匹马 这匹马 要陪唐僧一起到西方取经 知道了这件事 马儿们开始交头接耳 听到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大家都纷纷退避 大部分的马儿 都不想跟唐僧一起去 其中有一匹白马 也知道唐僧需要帮忙 想想自己也没什么事 去西方看看也不错 于是便自告奋勇 跟着唐僧出发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白马终于跟唐僧一行人取经回来了 白马的好朋友们 也欢迎他回家 白马完成了所有马儿 都无法完成了壮举 白马也成为马群中的成功人士 有一匹马问白马 你去西方一定很辛苦吧 没想到白马回答 说真的 其实还好 马会累 人也会累 白马一天能走的路 其实跟城里的马也差不多 但白马做的 有一点跟大家都不一样 白马每天走的路 都是往同样的方向 很多人同样每天努力工作 但有人努力后有成就 有人努力后还是在原地 大部分的人不是不努力 而是努力的没有目标 每天打开email 等着老板为你指令 这些指令 决定了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今天往东冲 明天往西跑 东奔西跑 日复一日 达成了公司工作目标的同时 有没有也让你更靠近自己的人生目标 尽忠职守 善尽本分 绝对是应有的工作态度 但工作除了薪水 还有它更重要的意义 这份意义 是你人生真正追求的目标 这份意义 拥有比薪水更重要的价值 这份意义 才是你人生要坚持的方向 不知道努力有什么意义 那你一定要赶快把它找出来 没有目标的努力 只会让你不断在原地踏步 定清楚你的方向 让每一步的前进都更有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